Dorothy的身体一向都很健康 想不到两年前做身体检测的时候 竟然发现自己原来患有鼻咽癌 而且已经是第三期 都是医生摆一支鼻咽镜进去才看到 我那时候的心情其实都挺震撼的 因为你没有任何病征 但已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三期了 三期一般人听起来就好像很严重 我差不多是末期了 Dorothy确诊之后 很快就开始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治疗 包括33次电疗和3次化疗 她想起当时接受了治疗没多久 就觉得口干和喉咙痛 直到第三个星期 喉咙心脂痛也很难吃东西 要靠饮营养奶为生 第三个星期开始 那种痛已经是灼热的 饮水好像是饮玻璃 很痛 如果不吃脂痛药不可能忍耐 因为喉咙很灼热 很痛 所以我就是要吃一些冰冷的水和营养奶 营养奶是唯一的选择 可以帮你钓命而有足够的养份 当治疗去到后期 Dorothy头颈的皮肤都有受损 从一些照片可以看到 她头的下半部分脱了近半的头发 皮肤都变得深色 出现了很多深色的斑点 除此之外 她的味觉都变得很奇怪 例如在饮麦糖水的时候会觉得咸 有时又会没有味 加上没什么食欲 足足轻了成七公斤 每种癌症所接受的治疗和位置都有不同 所以出现的副作用都有些分别 以鼻咽癌为例 电疗就是首损 即是用高能量的X光 杀死癌细胞 属于局部治疗 由于鼻咽位于鼻腔的进头 喉咙的上方位置比较深入 治疗的范围一般会包括整个头颅 颈和咽喉 可能会影响口腔或者周边的皮肤 不过像Dorothy那样 情况比较严重 就可能要再加上化疗 将油毒的药物 打入身体里面 透过血液 运行到各个地方 将微小的肿瘤毒死属于全身治疗 病人有机会会作呕 胃口差 逃萎 白血球减少令到抵抗力减弱 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以及导致神经线受损等 两种治疗方法都会将正常的细胞一起杀死 引起副作用 但正常的细胞日后会自行收复 肿瘤科医生说 接受电疗的被咽咽病人 通常在第三、四星期 会开始觉得口腔不舒服 咽咽和口腔都有正常的细胞 拎膜的细胞去保护住 在电疗过程里面 这些拎膜的细胞就会受损 继续就会剝落 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那个地方 电疗的范围可能会红肿 甚或是有些溃洋的情况 这个情况一出现 病人就会觉得吞咽很痛 有些病人可能就会连正常的食物都吃不到 要吃些流质的食物 有三至五成的病人也都出现长期口肝的情况 主要的口水线是两边的膝和下巴的位置 这些口水线如果有一些辐射影响到 那它那个运作都受到影响 可能口水制造会少了 味蕾都受到影响 或者一些味觉的神经 影响到的话 病人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食物会没什么味 或者是味觉就会改变了 另外电疗当中的辐射有机会令皮肤变得干燥 严重的话可能会觉得却而刺痛 甚至有皮肤炎 虽然这些副作用随着治疗完成就会消失 不过在治疗期间 病人要忍痛之余 都要确保身体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才可以应付治疗 在治疗的过程 营养先会配合医生监察病人的各样指数 如果病人的白血球指数偏低 体重下降得太多 又或者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就有机会要暂停治疗 给几日时间身体去修复 虽然病人吃饭之前可以先吃定止痛药 但如果吃药之后都仍然很难吃到固体的食物 就可能需要饮营养奶 去摄取热量和蛋白质 营养师说有大约一成的病人 每年营养奶都很难吞得到 这种情况就需要插胃后 一般癌症病人 1.5克左右 病人也应该尽量加一些比较软身 多些水分和不热的食物 减少对伤口刺激 同时可以保持口腔的湿润 如果觉得口腔有铁锈味 用胶餐具都可能有帮助 治疗期间病人可能会没太多食欲 营养师建议可以配搭不同颜色的材料 添加饮食趣味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食谱 叫做香葱番茄蛋花粥 首先米可以预早半个小时浸水 煮出来就更加绵密 可以容易吞 然后要打蛋和将番茄切粒 鸡蛋其实都含有豐富的蛋白质 就是病人有机会在它接受化疗期间 会容易有很多肌肉流失的情况 白血球含量那方面 也有机会有下降 所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其实对于这方面是有正硬的帮助 用了四分一的饭壳饭 所以这里我会建议加大约三至四个饭壳的水 对于吞烟困难 可能会用少一点水 令它会捉热一点 就可以避免吞浮肺或吞座 当煮至粥变得绵密 就可以加入番茄和蛋 然后上碟 如果有咀嚼或吞烟困难 牛油果奶色也是一个好选择 首先要将牛油果起肉 连同其他的食材 包括薄荷叶 可可粉 花生酱 烟墨 和杏仁奶 加入搅拌机 搅匀之后就能喝 用到薄荷叶 原因就是因为有些研究 其实说明清凉 或者薄荷方面的食物 其实是有助舒缓口康酷酿的情况 这些食物是很困难的 吞饮困难的人时 透过饮馆的饮用 就可以避免到伤口 产生的一些不舒服 营养师提醒 癌症病人其实不用特别介口 希望透过这两个食谱 给大家更多想法去改善饮食 令治疗效果更理想 Dorothy完成治疗已经两年 现在体力已经完全恢复 不过它咬合和口水分别的功能 就变差了 平时要尽量选小一点的食物 干身的食物都可面侧面 比较干的食物 例如饼干 或者烤热了的面包 很脆的东西 那些东西 就未必可以就这样吞 一定要用水或者液体 可能一些茶水 去送饼干下去 如果不是 喉咙就会很干 然后就吞不到 虽然治疗导致生活习惯改变 但Dorothy说 换得健康就很值得 我自己几乎获得 好像以前那样的体力 又或者精神 我觉得那几个月的癌苦 是完全值得的 所以我也想劝灭其他 同样有癌症的病人 如果中间很辛苦的时候 就尽量跟家人 或者医生分享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他现在也要一个肉 就是这样的 那些医生 在这种医生 还是在这种医生 的医生 我们可以帮助你 就是这样的医生 那些医生 是这样的医生